您有多久没有关掉手机跟电视 亲近大自然的呢 在新北市的双溪 有一间民宿坐落在山林之中 在房间里面就可以看星星 赏鹦火虫 屋旁还有一条小溪 可以让你抓鱼抓西虾 犹如世外桃源的景致 也吸引了好多部偶像剧前来取景 已经开了七年的民宿 一楼的装饰很有自己的风格 大片的落地窗外头 就是一大片的绿 如果真要简单地说 大自然就是这间民宿最大的特色 我刚刚一进房间看到你这个墙上 全部都是木头原木的装饰 因为我觉得那种自然的那种建材 会让人家很放松 所以我们就尽量就是用自然的建材 原木的色泽让人觉得温暖而自在 房间里没有华丽繁复的装饰 民宿老板娘说落地窗外的景色 才是她想要送给住宿旅客 最美的惊喜 一早起来就觉得睡在山地里面 天气的话可以看到星星 还有油桶花 还有萤火虫 很棒 坐在民宿里可以赏萤火虫看星星 甚至就在民宿的旁边 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 今天有下去就是民宿旁边下面的溪 这样歪一花 就是还有看到一个蓝色的蜻蜓 第一次看到还蛮特别的 下次再找老板一起来抓溪下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 这有如世外桃源的一切 让这间位在双溪山中的民宿 成了很多偶像剧取景的场地 但老板娘也特别提醒 来到这里游客 得有远离沉销的心理准备 里面没有电视对不对 对 因为这边收不到讯号 手机也收不到 那我来这边就与世隔绝了 没错 所以你要跑路的话也可以来 很适合 当然老板娘是开玩笑的啦 但她说自己是珍惜希望 来到这儿的每一个人 都能花点时间感受大自然 也学会珍惜 双溪真的到处都有萤火虫 可是呢 是最担心的一件事 就是关害太严重了 路灯说这个太泛滥了 那我希望这边可以 小鸟啊 还有花啦 鱼啊 这边还有山腔哦 真的吗 是 山腔会在那边喝水哦 因为体会到了双溪的美 所以更懂得反思 民宿的老板娘说 她开民宿的目的不再赚钱 而是希望让更多人 可以放慢生活中匆忙的脚步 用心去体会及保护 这些大自然珍贵的资产 真的 你带来 带来 我 你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